Hello 大家好 我是朋友小老师 看 今天我准备的这些东西 一看就是要吃泡面了 那你肯定就会说 哎呀 这个UP主要吃泡面来糊弄我们 没错 不是 不是不对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看见有一个人 他拿挂面自己做出了泡面 据说吃起来的味道和买的这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就来试一试 是不是很欠 那我们开始吧 准备一袋挂面 然后把它煮熟 过凉这不可能就是为了怕我 我烫手 不是不是 接下来就是整个过程中最荒诞的一步 把他们缠在竹签子上 为了给它烫头 摄像身上一 啊 吐鲁套 吐鲁套 一直在吐鲁套 哎呦 这哪是方便面的 这明显是麻烦面 我来试试能不能一气缠四个 按住这一头 这就是人类智慧的光辉 人类蛋白眼的智慧也不会在这缠的方便面 不行了我饿死了 刚缠完 我说中午就没睡吧 就剩一个签子 都缠了一个签子 这个意思吗 但你说应该也没啥事吧 那就正式开始烫发 来咯 我要开始煮咯 这能放下吗 右手对了先呗 哎 有那味儿了 这散也对了 你看你看 是不是能撸下来了 看 原配 看 这是什么 你们平时怎么开叉 是从这头咬 还是像我这样 我都是这么开的 看见了吗 卷还是存在的 我放这个酱了 现在看起来跟面一模一样 我觉得也是 简直一毛一样 来 看一下 毫无破绽 看一下口味怎么样 好像一样 就是弹性稍微差了一点点 弹心的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味道不错 就是略显麻烦 以上就是我们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记得最有发是 爱的斯特铃鸡 我们下期再见啦 爱你哟 OK